第184章 下跪道歉 虚空 寂静无声 楚行云的攻势 怎么变得如此之强 在场步伐的临近舞者 他们可以感受到五速的剑锋有多么强横 但就在刚才 楚行云破开剑气风暴 又是一剑 就将五速击败 还将他震得连连吐血 我完全没看懂是怎么回事 楚行云赢得 太快了 人群心中连连感叹 他们甚至以为楚行云会输给五速 谁知 之前那一幕又发生了 楚行云再度击败五速 而且这一次赢得更加利落 你现在还有什么不干吗 楚行云缓步走到五速面前 一句话 急于让五速怒吼发狂 但此刻的他却没有任何的动作 在这之前 他已经败给楚行云一次 算上这一次已经是第二次落败 纵使五速心中多么不想承认 事实就是事实 此刻 他面对着楚行云 居然有种仰望高山的感觉 直到现在 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 每一次都是那样无措 等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败了 你赢了五速露出一抹痛苦的神色 平静的三字 彭扶抽空了他全身的力量 我不需要你承认我的胜利 楚行云脚步停下 目光一过 落在了叶欢身上 这一动作 让五速的面庞颤抖了下 双腿居然开始发抖 战前 楚行云曾与五速取下赌约 若是楚行云胜 那么五速就必须向叶欢下跪道歉 承认自己的无耻举动 现在五速败了 而且还败了两次 这赌约 他必须履行 楚行云 你已经战胜了五速两次 现在你还要他下跪道歉 你这样做 让五速以后如何抬起头做人 这时 一鸣云梦无辅的弟子站了出来 大声怒喝道 闻言 楚行云却是反击一笑 道 他连续败给我两次 知道抬不起头做人 那他出手打伤我叶欢师兄的时候 是否想到过这一点 之前那一件 倘若不是我及时出言 恐怕我叶欢师兄已经身受重伤 被人抬住离开武道广场 五速做出如此举动 我让他下跪道歉又有何不可 更何况 我提出赌约之时 不仅五速答应 就连你们的少府主都点头同意 现在落败了 还敢出言呵斥我 你们云梦无辅要不要脸 一言三句 句句诸心 所有云梦无辅的弟子 都感觉心脏咯噔一声 竟无言反驳 人群看到这一幕 也是连连点头 楚行云让五速下跪道歉 已经算是人之意境 这云梦无辅道好 居然还想着反悔 实在无耻 单单从两次落败这点 云梦无辅就应该闭嘴 五速 还不跪下 殷若晨终于站出 紧咬着牙齿道 既然你跟楚行云有所赌约 现在说了 就应该立刻履行 莫要毁坏我云梦无辅的名声 听到殷若晨的话 楚行云笑意更了 倒料如此境地 殷若晨居然还要划清界限 把赌约全部压在五速的头上 表明跟云梦无辅没有半点关系 此人看上去相貌堂堂 时而暗藏狼虎之心 楚行云在心中暗暗道 已经完全看穿了殷若晨的阴险为人 还不跪 殷若晨又催促一声 让五速脸色煞白 终于 五速踏出步伐 走到叶欢面前 双膝跪下 将脑袋深深埋着 咬牙道 今日之事 我再次向你认错 还请原谅 叶欢只是扫了五速一眼 冷声道 辱人者 人横辱之 五速的身体剧烈颤抖 顿时感觉更为丢人 站起身 也不处理身上的伤势 急忙逃离了此地 消失在众人眼前 他故意隐藏修为 企图重伤夜欢 已经算是丢尽脸面 现在他两度败给楚行云 在下跪道歉 光是众人的鄙夷目光 都能够让他心神大乱 留在这里 只会是无穷无尽的折磨 武道之人 无不是存有上武之心 以此激励住自己不断向前 永攀高峰 但经过此事之后 恐怕这个五速 终生都要止不于此了 令天冲走到楚行云身旁 望着前方低声道 楚行云眉头挑起 道令前辈觉得我做得很过分 恰恰相反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令天冲同样凝视着楚行云 但笑道 像是这种卑鄙无耻的舞者 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 否则 只会有更多的人遭遇独守 令天冲目光看向云梦武府一方 他一眼就可以发现 在人群中 还有不少武府弟子 故意隐藏了修为 准备做出武苏那样的卑鄙举动 重创灵霄无府 但经过楚行云这一举动 那些人都不敢再出手 否则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武素 楚师弟 这次真是多谢你了 叶欢在阳风的搀扶下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感激之意 叶欢心里明白 今日若不是楚行云出手 他的下场会很惨 武素使出的那一剑 他已经避让三分 都伤得大口吐血 若是被阴煞之气侵入体内 那更是不堪设想 连五脏六腑都会受到严重创伤 所以 叶欢对楚行云是发自内心的感激 叶欢师兄严重啊 你曾出手帮我 我又岂能眼睁睁看你被奸人所害 待会你可以去我的庭院一趟 让洛兰拿几瓶疗伤丹药给你 以免留下暗伤楚行云微笑道 本来叶欢还想拒绝 但看到楚行云的坚持模样 不禁一笑 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反正欠你这么多 也不在乎多几瓶丹药 话音刚落下 周围人群都纷纷投意羡慕目光 楚行云乃是云腾商会之主 他手中的丹药 全都是千金难求的真品 几瓶丹药的价值 绝不少 已经算是一笔巨款 楚行云这小子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懂的低调 铁无心笑骂道 心里却极为欣慰 楚行云处理整件事 做得很完美 无可挑剔 就在这时 殷若晨离开了自己的位置 双臂张开 飞跃到五道擂台上 拦在楚行云身前 殷少扶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楚行云凝视着眼前的白衣青年 脸上带笑 话音却冷若蜡月寒霜 他对此人毫无好感 第185章自信的殷若晨 殷若晨心思何其敏锐 立刻感觉到了 楚行云眼中的厌恶之色 不过 他依旧保持着淡笑模样 貌若有好道 刚才我目睹楚公子跟武术一战 心中有熊熊战意燃起 还希望楚公子 能与我切磋几招切磋 刚准备散去的人群 一听到殷若晨的话 立刻止住步伐 纷纷投以诧异目光 叶欢挡在楚行云身前 神色阴沉道 殷若晨 你修为已达地灵四重天境界 而我楚师弟不过距灵六重天 你主动向他腰战 还要不要脸吗 云梦武甫刚才的举动 已经为人所不耻 你身为云梦武甫的少府主 却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 难道你不怕云梦武甫 持上加持 杨风对殷若晨也没有好脸色 今日切磋 乃是由殷若晨率人而来 武甫等人隐藏修为 故意要让灵霄武甫难堪 此事影响之大 殷若晨没有理由不知道 现在 他主动妖战楚行云 这里头说不定又有什么阴谋 铁无心等一众武甫长老也走了过来 目光中带着戒备之色 死死盯着殷若晨 若非碍于殷若晨的身份 他们早已出手 诸位似乎对我有点误会 我之所以妖战楚公子 单纯只是为了切磋而已 殷若晨不惧返效 显得很从容 道 论修为 楚公子与我的确相差巨大 但楚公子的实力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足以堪比地灵境强者更何况 我曾听说 楚公子在风云擂台赛的时候 使出惊天一招 将地灵三重天的萧婷当场轰杀 如此手段 无不是说明楚公子的实力之强横 我正是鉴于这些 才敢向他腰战殷若晨说话 滴水不漏 先是一阵吹捧 而后再表明自己的心计 立刻让不少人都恍然点头 目光中闪过一丝丝精芒 居然充满了期待 此战没有必要 殷少扶主请回吧 铁无心冷漠回到 直接拒绝了殷若晨 铁长老 我要腰战之人 是楚行云 而非你 你的回答 似乎没有半点作用 殷若晨呵呵一笑 竟当着所有人的面 嘲讽铁无心 铁无心顿时大怒 刚欲爆喝 却感觉一股 沁人心脾的香味 弥漫开来 闻上一口 让他感觉心神舒畅 呼吸都变得更为悠长 他眼眸扫过 发现殷若晨的掌心处 多出了一株灵彩 那灵彩高达七寸 通体呈现火红颜色 无枝 无叶 在顶端处 长有一朵五瓣红花 看上去 有为奇特 殷若晨轻轻拖着这株奇异灵彩 嘴角上扬道 此灵彩名为五火龙咸花 位列六级灵彩 相传此物沾染有龙气 举世罕见 若楚公子答应与我一战 并将我击败 我就将此物送给你 花 众人煞事哗然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 殷若晨手中的五火龙咸花 在皇城内 出现一株五级灵彩 都能够引来 无数家族的争相哄抢 至于六级灵彩 大部分人连看都没看过 只听说过传闻 万万没想到 殷若晨的手中 居然有一株六级灵彩 而且 他还愿意把此物拿来赌斗 若是败了 就无条件赠予楚行云 倘若我败了呢 楚行云开口道 他的目光落在五火龙咸花上 便得有几分灼热 此物之价值 已经堪比天阶武学 在资源评级的流云皇朝内 可以说是绝对的稀罕 殷若晨见楚行云有了些心动 趁热打铁道 若是楚公子败了 无需任何补偿 我想要的 只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说是如此 其实 殷若晨之所以提出切磋 为的就是摸清楚楚行云的虚实 古清松曾多次跟他说过 楚行云跟云梦无辅有深仇大恨 让他务必要提防此人 不能有所马虎 更不能无视 他一想到这里 心中就有种不安分之感 所以决定亲自出手 跟楚行云一战 想要通过战斗 彻底了解楚行云的莫测手段 不过楚行云虽神秘 殷若晨还是有必胜把握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拿出一株如此珍贵的六级灵财 作为赌注 看来殷少父主很有信心 楚行云一眼看穿了殷若晨的心中所想 向前走出几步 朗声道 既然如此 这一战 我便接下了六级灵财 价值何其之高 楚行云又岂会白白错过 楚公子果然爽快 殷若晨心中大喜 目光瞥了铁无心等人一眼 面带不屑之色 冷漠道 铁长老 现在你们可以退下了吧 哼 铁无心冷哼一声 静止退下了擂台 他心中虽有怒火 但更多的却是担忧 目光紧紧地注视住擂台 生怕错过一丝一毫 殷若晨的实力 很强 绝对是云梦无辅的第一翘楚 跟他相比 武素根本连台面都登不上 铁无心自然要时时刻刻注意 确保楚行云的安全 擂台一空 楚行云和殷若晨相对而立 彷復让天地间的灵力都随之凝固 所有人群的视线凝聚一点 皆是带着期待之意 今日的五道切磋 注视精彩 竟能看到楚行云和殷若晨一战 战吧 殷若晨率先一喝 手掌紧握 浑厚的灵力顿时呼啸而出 化为树道掌印 快若狂风地对住楚行云的面门杀举 轰 楚行云不敢有所大意 斩空剑挥出 锋刃破空 直接将掌印斩碎 与此同时 剑光绽放 迎着锋刃而去 一重重剑光叠加 竟形成一道狂乱之风暴 武林天赋 剑气风暴 楚行云眼中寒芒闪烁 风暴中 传来了阵阵风雷之音 剑光刺目 直接笼罩住 殷若晨的身体 然后狠狠地镇压而下 给我破 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恐怖剑光 殷若晨也是面色微变 深吸一口气 双手捏出一道繁杂手印 从上往下 静止朝剑气风暴拍去 轰隆隆的声音传出 在殷若晨的头顶处 一尊庞大的鼓中虚影浮现出来 周影震荡 一道道灰弘钟声响彻虚空 在人群惊诧的目光下 这钟声 竟缓缓凝成了石质 犹如水波涟漪般扩散 降临在剑气风暴的上空 将其轰然震散 第186章第250天赋 温生大作 战斗的余波卷起阵阵狂风 让整个空间变得有几分萧瑟 在场人群无不是屏住了呼吸 眼中金色不断 好强 刚才这两人的交战 可谓是瞬息爆发 谁都没有退缩 迎战而上 光是那一瞬间所爆发的声势 都让不少无辅弟子自愧不如 你果然很强 但就凭这点手段 还远远胜不了我 殷若晨冲着楚行云冷然一笑 旋即 他头顶上的鼓中虚影 开始不断地旋转 阵阵流光 从虚空落下 宛若倾盆暴雨 这鼓中 赫然正是殷若晨的武灵 品阶之高 达到了武品层次 地灵四重天境界 武品武灵 这两点 皆是体现了殷若晨的恐怖天赋 哪怕在整座皇城 他也是赫赫有名的天才俊杰 砰砰砰 流光疯狂落下 每一道都是蕴含着惊人力量 将坚固地面都硬生生洞穿 无数坑洞浮现出来 密密麻麻 看上去有为心惊 待流光缓缓消散 那片擂台之处 已经被烟尘所笼罩 一道消瘦的身影 缓缓浮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正踏着轻盈步伐走出 怎么可能 居然毫发无损 殷若晨睁大双眼 他刚才的攻势 何其之迅猛 楚行云怎么可能全然躲避开去 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人群心中的想法 跟殷若晨一模一样 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唯独令天冲一人 看清楚了整个过程 眼眸中精芒流转不休 刚才 无数流光落下 每一道快要击中楚行云之时 楚行云的身上 都会弥漫出一股极其隐晦的天地之力 在楚行云的掌控下 这股天地之力包裹住一道道流光 两者碰撞 都是恰到好处的两两消散 没有引来丝毫的爆发 如果我没猜错 这股天地之力 应该来自壁空顶 以楚行云现在的修为 能掌控的天地之力不多 但他却能做到如此程度 可见他对天地之力的熟悉 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倘若换成是我 相同条件下 是否能做到这种程度 令天冲在心中反问自己 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擂台之上 神色也不再随意 反而开始变得认真起来 看来我倒是小看了你 阴若晨目光沉下 心念微动 那庞大的谷中武林降落下来 将他的身体笼罩住 而后 阴若晨的身体再次掠出 宛若晶云红艳那般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射向楚行云 古中武林越发凝实 那幽阳钟声更是接连不断 剑气风暴 楚行云剑撞 立即唤出武林之剑 剑光重重 立刻保护着他的身体 轰一声 在电光石火之间 阴若晨已经冲刺过来 然而 他还没有靠近楚行云的身体 一股无形之力量 居然无视了剑气风暴的防御 直接杀向楚行云 这是 阴波攻击 楚行云目光微凝 那股阴波攻击穿透一切 施加于他的脑海深处 顿时让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那剑气风暴也开始剧烈震荡 似要就此消散 你能逼我到如此程度 已经足以自豪凝视着楚行云 阴若晨发出一声轻笑 速度骤然加快 直接冲刺了过来 他的双手接连拍出 谷中武林之上 居然有一道道字符弥漫出来 这些字符仅有拇指大小 相互凝聚之下 看上去彭扶式细长的漆黑锁链 一道道相互交错 声势滚滚 看上去极为的骇人 除了声波攻击之外 居然还有如此手段 铁无心目光一颤 他可以感觉到 这漆黑锁链蕴含着极其庞大的力量 阴若晨的实力 好强 已经是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吃啦吃啦 漆黑锁链穿透虚空 绽放出刺耳的音波 这些音波疯狂传递开来 充斥着整个空间 有些修为不济者 满脸充满了痛苦之色 万重音波 阴若晨面色苍白 一喝之下 漆黑锁链绝尘破空 那些漆黑锁链 朝楚行云飞掠过去 恐怖的无形音波 竟是将剑气风暴都碾碎掉 宛若是锋利乌乌的利刃 要将楚行云当场绞杀 这凶悍一幕 看得叶欢等人 脸色都有了些变化 铁无心更是站起身来 似乎准备出手 来得好 正当这时 楚行云抬起头 望着周围杀意腾腾的音波利刃 嘴角处 竟缓缓地浮出一抹森寒弧度 在他的头顶上空 灵剑悬浮在那 但这个时候 灵剑之剑身 却是笼罩着厚厚的寒霜 一丝丝寒意渗透出来 在这滚滚狂风中弥漫 隐约之间 虚空竟开始变得冰冷 第二武林天赋 寒风天地 一道低鹤之声 从楚行云的嘴中清晰吐出 他指尖清点 武林之剑顺息炸裂 化为了一道道寒光 那寒光之上 除了冰冷的寒气之外 隐隐还有注意到灵力之气 风锐之气 吃了 无比强烈的寒气 绽放而出 伴随着一道道清响 势不可挡地 没入了阴波利刃之中 两股风锐之气碰撞 最后 寒光消散 阴波利刃却毒留下来 这就是你的底牌 阴若晨脸上浮现喜色 讥讽到 如此不堪一击 还真是让我失望 这一战 是我圣望 哦 是吗 楚行云的眼神平淡 一打响指 在那滚滚 阴波利刃之中 一道精致雪花 突然浮现出来 绽放在众人的眼中 旋即 那雪花接连绽放 将所有的阴波利刃 都冻结住 就连漆黑锁链也不例外 彭扶形成了一方雪之天地 好强悍的武林天赋 人群心中惊叹 他们刚才都下意识地认为 楚行云会落败于 阴波利刃之下 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顶住了这一攻势 而且 他所施展的 是第二武林天赋 比起寒风天地的惊人力量 人群更是惊叹于 楚行云的天赋 距离六重天境界 便觉醒出两大武林天赋 而且每一项 都是如此强悍 就算你挡下 阴波利刃又如何 充其量就是 利于不败之地而已 就凭你现在的灵力储量 根本无法对我 造成任何威胁 最后的结果 依旧是你书 阴若晨哼声不平道 但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一刻 楚行云身上 毫无征兆地 抱涌出一股庞大的天地灵力 这股灵力 就庞佛是经过 无数淬炼般 精纯的无以复加 凝聚成一道光柱 勾动着所有人的心脏 更是让阴若晨的 瞳孔紧缩成肩针 不待他发出惊呼 在楚行云的手中 突然声腾起一道紫红光华 这道光华 是一朵火焰 万寿火 第187章 以间欲火 火光 在虚空中跳跃住 紫红炼心内 传出了阵阵寿吼之音 彭扶其内镇压住 无尽荒兽 要瞬息降临到 殷若晨的身上 浑厚庞大的鼓中武灵 竟开始不住地颤抖 这股力量好生熟悉 铁无心目光一宁 对于这紫红兽火 他并不是第一次见 当初在风云擂台赛上 楚行云正是依靠着万寿火 释放出震撼人心的万寿怨气 将地灵三重天的萧婷 当场诛杀 铁无心真正熟悉的 是万寿火内传来的那股气息 悠长连绵 狂暴魂后 居然跟六幻紫交阵的阵眼之力 如此的相似 莫非楚行云就是依靠着这朵火焰 才将六幻紫交阵的66道阵眼之力炼化 铁无心猛地想到这点 看向楚行云的目光之中 充斥着惊恶和差异 万寿火 能通过炼化万物 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这简直就如同盲荒受到那般 弱肉强食 霸者为尊 破 楚行云倾托着万寿火 如若是掌控火焰的神明 一眼冷喝 万寿火瞬息化为一岛流光 所过之处 寒霜消融 灵力如海潮般轰然退散 殷若晨的脸色僵硬 殷煞之力从他的身上蔓延开去 鼓中武林震颤 一道道漆黑锁链浮现 夹带住浑厚气息 同样是冲杀向前 咔嚓 然而 一道低沉的闷响声传出 那漆黑锁链在万寿火之下 瞬息碎裂 炙热的火光 狂暴的售吼 直接破开 不可能 距离六重天的修为 怎么能掌控如此恐怖的力量 殷若晨的脸色终于变了 闪过一抹错愕之色 脚步猛踏地面 同时双手不断向前轰出 魂厚钟声传遍虚空 鼓中武林 在殷若晨的头顶上疯狂旋转 每一道钟声 都是一笔阴波利刃 连你的武林天赋 都被我轻松湮灭 区区阴波之力 又有何用 楚行云轻笑一声 虚空中 万寿火 无视了阴波利刃的阻拦 轰然落下 竟直接降临在鼓中武林上 将其彻底轰碎 雄微滔滔 鼓中武林消散了 擂台下 铁无星等人目光呆滞 我到广场之内 所有人都是抬住头 惊恶地凝视着这震撼一幕 他们知道 楚行云手段莫测 一怒之下 能够火焚虚空 将地灵三重天的强者诛杀 但现在 站在楚行云眼前之人 是殷若晨 修为达到地灵四重天 武林更高达五品 乃是皇城青年一辈的翘楚 可正是如此一名天才 仍是无法抵挡楚行云 连鼓中武林都被焚烧消散 你休想上我 殷若晨的身体疯狂后退 此刻他已经没有了 刚开始的骄傲神色 银牙紧咬 手中立刻出现了一面香精鼓印 鼓印出现的瞬间 便是散发出阵阵金光 金光缭绕在 殷若晨的身体周围 将一切事物都隔绝在外 哪怕是万寿火的炙热火光 都未能焚烧穿透 高级法器 楚行于神态一领 他可以感觉到 这枚鼓印内 蕴含着浑厚力量 如山月那般 彻彻底底地保护住殷若晨 殷若晨堂堂地灵四重天实力 到最后 居然还要拿出防御类的高级法器 真是丢人 难怪殷若晨敢做出豪赌 他手持高级法器 根本就是利于不败之地 这一战 堪称是精彩分成 唯独公平这一点 让人不敢苟同 人群一边看向擂台 一边爆发出奚落之声 完全没有掩饰自己心中的 鄙夷之色 都觉得殷若晨不知羞耻 扰乱了切磋的公允性 殷若晨听到这些话音 顿感脸上无光 不过 他并没有收回鼓印的意思 反而是握得更紧了 此战之前 我曾当众许诺 若是我输给楚行云 就要把五火龙贤花赠予他 此灵财价值连城 就算是丢尽脸面 我也绝不能双手奉出 殷若晨在心中暗暗道 眼神越发阴厉 嗡一声 殷若晨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他的眼前 汹汹而来的万寿火 陡然消散 楚行云那道消瘦身影 映入了他的眼帘 莫不是楚行云历劫了 殷若晨心中狂喜 但就在这个念头生起的瞬间 一股更为浑厚的灵力光柱 绽放而出 楚行云的腰间 蓝光冲天 凝陵悬时 将所有的灵力都释放出来 一点画面 竟形成了一道灵力漩涡 跟灵海产生了强烈共鸣 纵使你有高级法器保护 这一战 你仍是要输 楚行云的心思何其敏锐 瞬息就洞穿了 殷若晨的心中念想 只见他高高举起手中的武林之剑 剑光流传如波 将所有的天地灵力都纳入灵箭之中 就连万寿火也不例外 天地灵力 万寿火光 两者相互交融 将剑身染成了赤红之色 一股无形剑压蔓延 就庞佛拥有着生命那般 发出扑通扑通的声响 整个空间都开始轻颤 似有共鸣 万寿火如此霸道 楚行云 居然将其融入了灵箭之中 令天冲眼瞳猛地一颤 此时此刻 这位赤渣风云的五节涅槃强者 也是变得呆滞起来 他发现 楚行云的体内 散发出一股玄傲神秘的气息 这股气息 居然已经超越了他 庞佛要凌驾 世间万物之上 说得倒是轻巧 有种你便破开玄铁骨印 否则休想伤我一根汗毛 殷若晨也是恼羞成目 爆发出所有的殷煞之力 死死保护着周身 呼呼呼 乌云在此刻翻滚 静风不断嘶吼 开始吹拂着所有人的一袍 楚行云没有看向任何人 只是凝视着手中的赤红灵箭 眼神平静如骨颈般 紧绷的右臂将武灵之剑举起 而后直刺入地 翁一声 那骨剑鸭共鸣陡然消散 旋即在众人惊诧的注视下 灵箭上 一道炙热剑光绽放 没落了五道擂台 朝殷若晨疯狂杀去 眼看着就在接触到殷若晨的一瞬 剑光炸裂 以殷若晨为中心 周身十米方圆处 整一片擂台都轰然崩塌掉 一道道火焰兽影掠出 带着火之炙热 又蕴含着剑之灵力 彭扶要撕裂九霄那般 冲天而起 让人群感觉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宛若整一片空间 唯有着授影剑光 这是什么剑法 好强 我根本挡不下来 剑光还未灵体 殷若晨的心神 居然已经开始崩溃 下一个瞬间 在他那双无神眼眸的注视下 赤红剑光 轻松至极地破开了金光 破开了玄铁古印 以无可匹敌之势 降临到他的身前 乃至 将其完全笼罩住 第188章两大附注 轰鸣声震天 冲天而起的火光 将整个空间都炙烤得无比燥热 让人群都不禁退后了十余步 望向被火光所笼罩的五刀擂台 心惊肉跳 楚行云站在擂台边缘处 单手持剑 衣袍在狂风中烈烈作响 是如此的潇洒 不羁 庞扶构成了一幅灵天画卷 他的目光 看向了前方 那古井无波的眼瞳中 陡然闪过一丝一色 呼 一股狂风在此时扫过 将熊熊火光吹散开去 擂台的另一侧 出现了一道漆黑深坑 而在深坑的半空中 正站立着一名面容前兽的老者 双手微拖 将英若晨的身体撑起 此时的英若晨 无恙极其狼狈 双眼闭合 面无血色 就连气息都变得若有若无 显然是陷入了昏迷中 没有了一战之力 辅主 是辅主 云梦无辅一方 有人认出了老者的身份 顿时 所有人群的目光都移过 看向了前兽老者 无不是睁大双眼 就连铁无心等 一众灵霄无辅的长老 也是如此 似乎不相信眼前之景 这名老者 居然是云梦无辅辅主 英天成 英天成从半空中落下 先是将英若晨 托付给云梦无辅的长老 而后 他目光落在楚行云的身上 竟散发出阴冷之光 让整个空间的风声 都凝固住 英辅主突然到来 还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这时 铁无心身形闪烁 跃上了擂台 他的脸上带着一抹爽快笑意 跟英天成的阴冷神态 形成强烈对比 话音嘲讽地说道 刚才那一战 实在是精彩万分 只可惜 英少府主终究输了半仇 灵霄无辅和云梦无辅 向来不合 经过武肃一事 铁无心早就憋了一股子闷气 现在 楚行云战胜英若晨 还引来了英天成 他顿时感觉浑身舒服 有种说不出的畅快 急着这句话 把刚才所受的闷气 都发泄出来 给我滚 英天成 瞥了铁无心一眼 吐出一道淡漠话音 陡然间 全场变得寂静 人群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住 面带一色 这里 是灵霄无辅 英天成刚出现 二话不说 就要让铁无心滚 这是什么意思 英府主难道生气了 铁无心脸色也沉下来 冷到 英少府主既不如人 输了这场切磋 难道云梦无辅连这点小事都 话还没说完 铁无心就感觉到一股浑厚进风扫过 然后 他眼前的整一片空气 都被活生生地碾成粉碎 一道炙热拳风 朝着他暴力而来 轰一声 拳风肆意炸裂 恐怖的力量将铁无心轰飞出去 砸落在地面上 滑行了十余米后 撞击在墙壁上 方才是堪堪停下 不自量力 英天成将拳风缓缓收回 所说话音 让所有人群都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就连云梦无辅的人群也不例外 已经看不懂眼前局势 刚才那一战 楚行云的确胜了英若晨 但最后的结果 英若晨并没有受太严重的伤 仅仅是昏迷而已 英天成身为云梦无辅辅主 地位崇高 居然一拳将铁无心轰飞出去 还大声谩骂铁无心不自量力 这样的举动 未免也太霸道了些 楚行云 你这万寿火从何而来 英天成再度说话了 直接点名楚行云 楚行云心神猛地一沉 他从英天成的双眸中 不仅感受到愤怒 还感受到了仇恨 极其的强烈 彭扶要将他彻底吞噬那般 我问你 这万寿火从何而来 英天成再问 面旁已经阴沉如水 诺吼注到 是否在两个月前 从迷雾森林中心区域中得来 回答我的问题 说话之间 属于天灵境强者的阳刚之气爆发 将整座五道擂台都笼罩住 英天成貌若癫狂 一到高达十余米的狂暴雄狮虚硬 在他头顶处浮现出来 正仰天爆发出阵阵胡笑 惊天动地 原来万寿火是此人放置在雷家釜底之中 这个英天成的实力 不过是天灵二重 武灵品阶也不高 仅仅是五品层次 根本不可能炼制出万寿火 否则的话 他早就能察觉到 是我拿走了万寿火 不会多次发问 十六年前 云梦吾府参与了那件大事 而万寿火 也是在十六年前 放置在雷家釜底 看来我猜得没错 这万寿火 来历绝不简单 在一瞬间 楚星云的脑海中 浮现出无数念头 看向英天成的目光 也变得冰冷起来 隐藏在绣袍中的左手伸出 让擂台下的令天冲 争了下 翁 不过 就在令天冲准备站出的瞬间 后方的虚空 陡然被撕裂 一柄闪烁着金弓的长枪 携带着匹炼枪芒 如同一道流光 暴射而来 只见那金色长枪 轰向英天成 惊人的力量爆发 气静横扫 那古阳刚之气 都变得有些扭曲起来 最后寸寸碎裂 化为了虚无 这古气息 莫非是 铁无心望着这柄金色长枪 先是一愣 旋即 面庞上抱涌出惊喜之色 碎须枪武林 英天成的身体连连后退 似有几分忌惮地凝视住出现的人影 冷声说道 华云河 你也太大胆了 竟敢直接向我出手 华云河 听到这个名字 人群心神凝固 身体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今日 一场舞刀切磋 不仅引来了云梦武府府主 还把灵霄武府府主引来了 英天成 你强闯我灵霄武府不说 还打伤了铁长老 威逼我武府弟子 这大胆二字 用来形容你倒是贴切 远处的天空 突然有着冷鹤声响起 一道身影破空 犹如流光般略来 几个闪烁间便是落在了楚行云的身前 那人引手掌斧过 倒插在地面上的碎须枪 瞬息化为了一道刺目金芒 盘旋在人影的身体周围 但那古灵力之气 却有增无减 镇压整个空间 楚行云看向前方 将左手收起 嘴角扶起了一抹淡淡笑叶 果然没错 当初在执法殿内 窥似他的那道隐晦气息 正是来自眼前之人 灵霄武府府主 华云河 第189章户端 刘云皇朝五大扶主中 华云河最为神秘 即便是灵霄武府的长老 都少有看到 今天 他不仅突然出现在武道广场 而且一出现 就释放出碎须枪武林 将阴天成逼退 这样的举动 也是让人群暗暗吃惊 见过扶主 铁无心快步走了过来 脸上仍是带有几分虚弱之色 铁长老在一旁稍作休息 这里的事 都交给我把华云河微微一笑 目光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英若晨 眼眸中 闪过一抹震惊 他一眼就能看穿 现在的楚行云 修为仅有距离六重天 与英若晨之间 差距实在太远 但他却能将英若晨逼到这种地步 如此实力 注视有些骇人听闻 此子果然不是寻常人 华云河深深看了楚行云一眼 让楚行云神态愣了下 他突然有种古怪感觉 似乎这华云河 对自己很是熟悉 华府主 今天的事 我不想与你深究 更不想跟灵霄无辅有所冲突 只要这个贼人将万寿火交出 我立刻转身离开 这时 英天成出生道 双眸阴沉地凝视着楚行云 这万寿火 自从英天成得到后 便苦心酝酿 甚至还不惜将其放在 迷雾森林之内 布置了索天迷雾阵和御英时 以此源源不绝地吸引强大灵兽 灵兽暴动的那一天 英天成心中极其的欣喜 他心里清楚 这灵兽暴动是由御英时引起 只要安然度过了此日 万寿火就会凝聚成功 而他也将会得到一大助力 让实力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 万万没想到的是 灵兽暴动被镇压之后 英天成所得到的 仅仅是一尊空顶 御英时 没了 万寿火 也消失了 在那一刻 他几乎要失去所有的理智 他发誓 一定要揪出窃贼 并将其无码分尸 但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 英天成却是一无所得 根本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直至今天 他看到连天火云 心存侥幸之下 这才赶了过来 数知 他来到林霄武府的一瞬间 不仅找到了日思夜想的万寿火 还发现自己的儿子 正面临着生死险境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都是眼前这名销兽青年 楚行云 原来楚行云拥有着万寿火 难怪实力会如此强悍 传闻此火极其霸道 哪怕相比那些天地间的奇异火焰 都丝毫不差 话虽是这样说 但楚行云能够降服万寿火 吴不适说明了他的惊人天赋 尤其是刚才 他居然能将万寿火融入林界 实在是太震撼了 殷天城口口声声说着万寿火属于他 莫非这里面另有隐情 眼前一幕 已经彻底掉起了众人的胃口 全都是睁大双眼 竖起双耳 生怕有所缺陋 真有此事 华云河转头看向了楚行云 眼眉微颤 竟是使了个眼色 没错 万寿火的确是我 从迷雾森林内得来 楚行云并未理会华云河 雨风笃定 让华云河神色一沉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不过 但楚行云的话音刚落下 他又继续到万寿火所在的具体地点 乃是雷永元的府邸 此火赫然位于府邸中心处 以鼎凝炼 将雷家上下近百条人命 多无情吞噬雷永元 雷家府邸 在场的人群 全都是皇城中有脸有面的人物 自然对雷永元这个名字不陌生 他们一听到万寿火 位于雷府中心之处 脸色都变得苍白 没有了丝毫血色 万寿火 能焚烧万物 将此火立于府邸中心 恐怕整座府邸都会被无情置口 里面致人的下场 更是凄惨无比 非但如此 我发现万寿火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枚玉鹰石 此时发散的鹰煞之力 能吸引来强大灵兽 迷雾森林为何会出现灵兽暴动 这玉鹰石就是罪魁祸首 楚行云语调平和 一言一语 可谓是有条不紊 它冷眼扫落到鹰天城身上 毫无表情道 鹰府主 刚才你对万寿火如此的了解 还知道它就在迷雾森林内 敢问你是否就是万寿火的酝氧之人 雨落一道道冰冷眼神 都看向了鹰天城 有些人的目光 竟是带着几分杀意 且不说雷家的负面 近十余年来 迷雾森林每一次爆发灵兽暴动 都会带来极大的伤亡 暴动来得迅猛 突然等回过神之时 已经被发疯灵兽彻底包围 每一年 死在灵兽暴动下的人 树木庞大 在场就有不少人的朋友 或者家人 死在了灵兽暴动中 连尸骨都难以找寻 现在 当他们听到 这灵兽暴动 很有可能不是天灾 而是鹰天城所为 那骨鸭亦在心中的冷意 瞬息爆发 再也无法忍耐 全都是一派胡言 被如此多人冷视住 鹰天城也有些不自在 私生道 这万寿火的确属于我 这点丝毫不假 但楚行云刚才说的 全都是他一面之词 无证无据 根本不足以让人相信 我可以为楚行云作证 这时候 人群中传来一道清脆的女声 一袭白衣的雪青雾 缓不走出 身上散发着圣洁之气息 如一抹柔和春风 吹动着在场青年俊杰的心 被他所倾倒 当日灵兽暴动 我一直和楚行云在一起 他说的话 句句属实 没有一句是编造而来 至于此物 正是他所说的御英石 雪青雾手掌一番 将御英石拿了出来 顿时间 一股淡淡的英煞之力 从御英石上弥漫开去 让在场众人的脸色微变 心中 立刻是有了准确判断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想继续狡辩吗 华云河冲住一脸 阴沉的阴天成笑了声 冰冷道 阴天成 我不管万寿火出自谁手 更不在乎 他是如何酝酿而来 现在 我只知道一件事 死火在楚行云的手中 而他也能随意掌控 那么万寿火 就是属于他的 至于你 就此离开吧 好走 不送 第190章 五火龙闲花 话音传荡在五道广场内 让人群皆是呆肉木鸡 华云河这番话 好生霸气 直接放下铁言 说万寿火属于楚行云 还让阴天成就此离开 简直没有把阴天成放在眼里 华云河 你别欺人太甚 阴天成怒吼一声 这万寿火的来历 想必你也是清楚 属于谁 不属于谁 还轮不到你来定论再者 楚行云的身世 你比任何人都要明白 我劝你 还是不要跟他走太近 否则的话 灵霄无辅迟早都会不当年的后尘 身世 当年后尘 楚行云敏锐捕捉到这两个词语 心头微微荡漾 莫非华云河也知晓当年之事 我华云河要怎么做 还轮不到你来教我 华云河满是冷漠的回应 双眼丝毫不见畏惧之色 高声道 现在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你与我大战一场 若是你胜了 我绝不再插手半分 第二 放下无火龙闲花 并且带住你的云梦无辅弟子 立刻离开此地 否则 你我五府之间 便开战把威胁 冷漠到极点的威胁 阴天成整一张脸 都变成了朱干颜色 华云河 当着所有人的面 不惜两府开战 也都要保住楚行云 还让他如此丢脸 这简直就是踩着他的脸 狠狠践踏他的自尊 辅主向来不插手这些琐事 为何今日一出言 就如此笃定 铁无心脸上 有止不住的金色 感觉华云河 像是换了一个人 闻言 楚行云心头微沉 看向华云河的眼眸之中 闪烁着阵阵晶芒 似在深思 华云河 你以后一定会因为此事而后悔 阴天成眼神闪烁不定 手一甩 将五虎龙弦花扔到华云河的面前 身形一掠 立即带着昏迷的阴若晨 离开了武道广场 消失无踪 辅主 一众云闷武府弟子 立刻失声惊呼道 哪里敢过多停留 立刻紧跟着阴天成的脚步 仓皇逃离了这里 模样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不一会 整个武道广场中 仅剩下了灵霄武府之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欺软怕硬 华云河冷声笑着 将武林收回体内 手指一弹 将五火龙弦花 递给了楚行云 道 你战胜殷若晨 护住了灵霄武府的脸面 这五火龙弦花 是你应得的 众人看到五火龙弦花 心中都充满了羡慕 不过 仅仅是羡慕 并无极度 楚行云和英若晨一战 所有人都看在了眼里 都是被楚行云的 强大实力所折服 自然就不会存有极度之心 多谢辅主 楚行云威愣 将五火龙弦花 收入了楚屋界内 旋即 他抬起脑袋 凝视住华云河 眼眸金芒接连闪烁 然而 正待他发问的一瞬 华云河的声音 直接在楚行云脑海中响起 道 我知道你心中充满了疑惑 待你完全恢复后 来灵霄格寻我 我会为你一一解答 好楚行云点头回应 现在的他 连续催动万寿火 身体的确处于虚弱中 也只能暂且将心中的疑惑压下 众人见事情告一段落 也没有多呆 三五成群地离开了 但他们知道 刚才所发生的事 很快就会形成一股风暴 席卷整座皇城 楚行云作为云腾商会之主 本就受到无数人的关注 今日 他代表灵霄五府 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殷若臣 还险些引来两大五府之争 这一件事 莫说是皇城 一旦传递开去 恐怕整座流云皇朝 都会被震动 此时 庭院之内 楚行云刚回到房间 便进入了轮回时的那空间 整个身体静默在血池当中 一缕缕精纯的生命之力 笼罩而来 穿入毛孔 融入四只血肉 在滋润着前河的经脉和领海 让楚行云都不由地 发出一阵呼声 不愧是真火凤凰的本命精血 不管伤得多重 身体有多么疲乏 只要浸泡其中 就能够快速地恢复 否则的话 依我现在的伤势 起码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楚行云靠在血池边 心念微动 灵力便流转于全身上下 逐渐地恢复了过来 按照现在的进程 短短一天 他就能完全恢复 今日根因若臣一战 我连续两次催动了万寿火 把好不容易炼化而来的阵眼之力 几乎全都消耗一空 往后走 恐怕又要想想 怎么积蓄力量了 楚行云望住掌心中的万寿火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万寿火的威力 不容小觑 连阴阳境强者 都要退让三分 但同时 要想发挥出万寿火的全部力量 就必须让其吞噬外物 一点一滴地积累 本来 万寿火炼化了66道阵眼之力后 已经出具威能 但楚行云没想到 殷若臣居然会有防御类的高级法器 无奈之下 也只能全力出手 不过 心疼归心疼 楚行云心里还是很满意的 万寿火的力量 消耗了 可以再积蓄 但六级灵才 可不是想遇到就能遇到 只见他手掌翻转 一珠灵才便出现在眼前 赫然正是无火龙闲花 细细凝望过去 这无火龙闲花之上 流转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火红之光 这光滑宛若犹龙 盘旋蜿蜒 让整一珠灵才都笼罩着神秘色彩 至于那奇长之干 通体火红 释放出一股浑厚气息 闻上一口 都让人心神舒畅 这无火龙闲花在六级灵才当中 也算极为不错 价值等同于天阶武学 如此珍贵之物 因为一场赌斗 就落到了我的手中 估计阴天成现在已经气得三师暴跳了吧 楚行云将无火龙闲花举起 一边发笑之鱼 一边也在心中思索住 要将其炼制成哪种丹药 才能够物尽其用 嗡一声 就在楚行云沉思之时 血池内 一边突生 事业中 血池的中央处 突然开始沸腾起来 血水激荡 一道若有若无的凤鸣声传出 一道接着一道 静变得越发高亢 这是怎么回事 楚行云心头一惊 但 还未等他做出任何的反应 一股无形力量 从血池内抱涌出来 将他手中的无火龙闲花包裹住 一举卷入了血池当中 第191章龙凤和鸣 这一幕 注视突然 楚行云怎么都料想不到 这血池内 竟还存有真火凤凰的微弱意识 而这古意识一出现 并未伤他 而是将无火龙闲花卷走 真火凤凰已死 就算存有微弱意识 也只是一缕残魂 既然是残魂 那么无火龙闲花对他来说 应该毫无作用 才对楚行云在心中暗道 表情更是哭笑不得 立 忽然间 那古凤鸣声再度响了起来 在楚行云的注视下 血池中央处出现了一道漩涡 漩涡之中 那尊真火凤凰虚影浮现 阵翅翱翔 将血水汹涌卷起 不过 楚行云敏锐注意到 在真火凤凰虚影后方 竟还有一道虚影 很是模糊 体态如蛇 身果灵甲 头颅上还长有两根竖角 同样发出阵阵似音 这道虚影 似乎是 龙 楚行云猛然一惊 目光再度变得呆滞 眼前这两尊虚影 都是传闻中的无上神兽 前者为凤 后者为龙 两者在虚空中内盘旋长吟 所发之声 相互映照 赫然是古籍中所记载的龙凤和名之像 相传在无火龙咸花上 沾染着极为稀薄的龙之气息 莫非是这古龙之气息 让真火凤凰的残魂醒来 从而才引发出这等异象 楚行云倒吸了一口寒气 这时候 他再次看到了无火龙咸花 但不同刚才的是 这无火龙咸花 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着 一股股精纯的力量散发 在血池上空盘旋着 随后凝聚成一道光蕴 龙凤虚影围绕光蕴而旋转 进风大作 那光蕴陡然一闪 静止朝楚行云掠去 这 楚行云仍为回神光蕴就穿过他的喉管 进入了身体当中 轰 一股无比精纯的力量爆发 让楚行云整个人都弹力起来 他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体内突然涌出庞大力量 这股力量正在他的五脏六腑中窜行住 所过之处 经脉生疼 就连血肉百孩都开始疯狂颤抖 一株六级灵财所蕴含的力量 连天临近之人都不敢直接吞食 这倒好 除了无火龙咸花的力量 居然还掺杂着真火凤凰的精血之力 楚行云顿时叫苦连天 若是上一世的他 一株六级灵财 自然是不放在眼里 随手就可以练化了 但此刻的他 修为仅有距离六重天境界 一株六级灵财所蕴含的力量 对于他来说 就等同于洪水猛兽 一不小心 就会遭受生命威胁 若再加上精血之力 更是险上加险 楚行云咬着牙齿 将所有灵力纳入灵海之中 左手撑住地面 右手和左脚则是向上弯曲 形成一个圆环 开始疯狂地运转住 伐生脆体绝 这一股力量太庞大了 它根本无法吸收 只能借由伐生脆体绝之威 将其视为外力 以此来淬炼全身体魄 果然 伐生脆体绝施展后 那股力量不再狂暴 楚行云颤抖的身躯 也慢慢地平稳下来 动作变换 一股独特的气息 从身上慢慢散开 就在楚行云苦修的时候 杨岩已经进入了皇宫 并且找到张凡归 何州清宁 将引灵渡学的事情 详细说了一遍 这两人听完后 脸色变换不定 尤其是看到楚行云 锁裂的清单 表情就更加难看了 让整个房间 都陷入了死记当中 杨老头 你怎么会做出这等无知之事 对方不过是一名 距离六重天的小矛头 他说他懂得引灵渡学 你就相信了 张凡归是一名花甲老者 身穿白袍 身体很是前兽 但那一双眼眸 却是闪烁出睿智的神光 且不说对方 是否懂得引灵渡学 光是开辟经脉这一说法 就让人有些难以相信 要想从人体内 找寻所有俏学 并且塑造一条尾经脉 这也只有武皇强者 能做到揭画之人 是周清宁 他同样是不相信 摇头如同波浪鼓 一边说着 还一边摆手 带有几分无奈之意 觉得杨岩有些精神错乱 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杨岩听完两人的话后 脸上表情也有几分不自然 但他沉音片刻后 缓缓道 如果其他人说这话 我的确不会相信 但说话之人 是楚行云 最近风透无二的云藤商会之主 云藤商会 就是那个推出多种 新品丹药的新晋商会 周清宁和张凡归一愣 显然 他们都对云藤商会 有所了解 不错 扬言神色一正 沉生道 早在皇城之前 我就接触过慈子 慈子炼丹之天赋 很强 绝对不在你我之下 当初语焉能晋升三级炼丹师 也是多亏了他的指点 晋升之势 大多数依靠灵感顿悟 跟外力没多大关系吧 周清宁仍是有些不幸 扬言摇头道 语焉亲口跟我说 他能晋升 全都是依靠楚行云的指点 还有 据我所知 云藤商会的所有丹方 都是楚行云之手 炼制手法 也是由他独门传授 不仅能提升丹药品质 还能极大的缩短炼制时间 听到这里 周清宁和张凡归脸色一变 他们作为五级炼丹师 对于丹方和炼制手法 都有极为深刻的研究 一张极品单方 可能是偶然的来 但独门炼制手法 却要经过无数的尝试 才能够得到 并且传授给其他的人 如果那个楚行云 真的如扬言说的神乎其神 那说不定 还真的懂得引灵渡穴 月儿现在的情况 已经到了生死边缘之境 若是不多做尝试 只怕是男逃一死 这个时候 房间外走进一名 身穿金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五官刚毅 双眼寒神 并脚却染上了双白之色 看上去有几分衰老 一听到这话 扬言三人急忙转身 丹西跪了下来 低头道 见过陛下 起来把中年男子白白手 将地上的清单拾起 扫了一眼后 鸣声道 这个楚行云 我最近也有所听闻 既然他说有信心治好月儿 那么除了相信他之外 我们别无他法